小蓝6000一张起爆符能炸多久 官方给说的结论是10分钟 结果带图5分钟虚化 5分钟夜纳起 完美避开了所有伤害 小蓝也因此向消遇 那么6000一张起爆符真的只能炸10分钟吗 怎样能记保着帮他威力又能延长时间 排除了案本安排了10分钟 我来告诉你一种全新的方案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起爆符的尺寸 小蓝特知道起爆符不同以往 要计算符的宽高 还是得找到参考戏 这一张画面起爆符正好横着插进带图的头部 只要找到头宽 再通过比例就能算出起爆符的宽度 按照头围的国际标准和测量方法 成年男士头围周长为58-60厘米 再就取个中位是59厘米 根据周长公式可以算出带图头宽为18.78厘米 再根据土哥头宽和软件的线段比值 很轻松算出起爆符宽度为9.67厘米 下一张可以看到起爆符紧贴着土哥的脸向下移动 于是土哥的头高就成了最完美的参照物 踏约文献得知日本成年男女头胜比与身高成线性关系 成年土哥身高182厘米 对应头胜比为7.65厘米 经过简单的计算可得土哥头高23.80厘米 按照上述方法 很轻松可以得到起爆符高度为11.77厘米 这是很有意义的数据 小兰特制起爆符宽为9.67厘米 高为11.77厘米 面积为113.82厘米 踏约各网站资料的起爆符威力相当于手榴弹 最流行的674木米手榴弹有效包在半径为7米 那么只要再以带土为球心 半径为7米的球体表面铺满起爆符 就可以保证每张起爆符都能炸掉带土 而7米外的起爆符则需要排队 再飞过来一波一波爆炸 这是保证威力的同时又最经济的做法 这样实行下去绝对不止止炸10分钟 根据球体面积和蛋壳起爆符面积 可以算出一波起爆符贴满球体表面需要54120个 而6000一张起爆符足足能炸1100万波 我的天哪 按本只炸了10分钟是因为大部分都浪费了吗 1100万波轰炸需要多久 假设火影世界最小时间单位为帧 优酷视频最高能搞到50帧 这样一波起爆符爆炸仅需要五十分之一秒 算下来整个过程需要61个小时 61个小时 土哥大概 似乎 的确 已经炸都不剩了 团葬用叶大骑时 土哥曾说每个人使用叶大骑的效果时间都不同 不过就算是土哥再天赋异禀 也不能撑过61个小时吧 61个小时差不多2.5天 壳也差不多壳时了 由此可见此番操作后 土哥基本必死无疑 在暗本的火影世界里 小蓝6000一张起爆符只能爆炸10分钟 可能是小蓝不止在球体表面 在球内也放了起爆符 也有可能远端的起爆符并没有等飞过来 就一起爆炸浪费掉了 看着这个动画场面 我宁愿相信后者 暗本的漫画只注意到了场面的宏大与壮观 而我们的方案则更经济且有效 关键是还能炸死代谱 要不定上去 让暗本看看 起爆符到底有多少张 这个问题你们也从去年问到了现在 去年我研究过6000亿起爆符更好的爆炸方式 但是这些起爆符到底有没有6000亿呢 我很好奇 想要计算起爆符的数量 需要知道这拉钩的长度 深度和起爆符摆放的横向宽度 很明显这三个数据我们一个都不知道 但我能在其他角度上为这个命题提供证明 起爆符的来源网络流传有两种 第一是小蓝手动自主 第二是角度去自购买 你们更相信哪一种说法呢 由于知道起爆符需要的查克拉无法度联 我们尝试一下从材料角度来思考 当然这个也仅够于乐 说是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吧 6000亿起爆符需要多少白纸不纹呢 这就是后面要研究的问题 忘记视频通过陈连栏是头尾 去就算涂格的头宽物差较大 今天我们重新测算一次 在在土扮扮成阿飞与卡卡西小队玩耍时 涂格调皮的站在了树干上 描述土格的身体轮廓与纵轴线 大叔状态的带土身高182厘米 巧的俺也一样 利用身高可以算出面具高21.90厘米 宽度15.16厘米 土格在起爆符海洋里下落时 刚好一张起爆符横着插进了土格的脸庞 根据面具宽和连接曲线长 可以算出起爆符宽度6.45厘米 为此结果更加精确 本次不根据贴脸的起爆符进行计算 这个画面露出了起爆符的完整宽高 根据比例可以算出起爆符高度为10.92厘米 面积为70.43平方厘米 这只是一张符的面积 6000一起爆符平铺开的总面积为4225.8平方厘米 由此引出了新的问题 照这么多纸需要多少资源 查资料我发现每生产一顿只需要20颗大树和300顿水 当然不同的子种肯定有差异 按照这个来算生产6000一起爆符用值 就需要591.6万颗树 和8T874.18万顿水 云饮寸最不缺水 可是树只有木叶最多 还可以问大河妈妈要 看它给不给 紧接着另一个问题就来了 6000一起爆符上的符纹需要多少墨汁 我们抠出单张起爆符的范围 进一步抠出里面的符纹术实 PS统计它到起爆符像素点44453个 符纹像素点13417个 面积占比100分之30.18 由起爆符面积可得符纹面积为21.26平方厘米 那么怎么知道这部分符纹用了多少墨水呢 为了得到极限情况下纸张的墨汽分布面积 我在纸上吸管低近10滴墨水 用吸管吹开后可得散开面积 同样的方式可测的墨水面积为90.72平方厘米 也就是说一张起爆符上的符纹用了2.34滴墨水 当然此时是极端情况 实际情况肯定用的更多 同样的滴管低近30滴水体积为2.1毫升 因此一张起爆符需要0.16毫升的墨水 6000一最少需要10万吨墨水 10万吨是什么概念 假设整个鱼饮村每天生产一吨墨水 也许274年才能完全供应 你们觉得小兰有这个能力吗 看到这里有多小伙伴就要说了 这些都是角度的私房钱买的呀 起爆符有多贵 网上的说法大概三种 白科的说法是2-12k之间 就算按照最便宜的300两计算 阿斯马的增价是3500万两 6000一起爆符大概只51万个阿斯马 阿斯马是火之国守护人12世的精英之一 第四次人占人者年均8万人 顺便提一下上次计算的走人数 87640人 这里面能找出51万个阿斯马吗 就算是真意 活了91年的角度每天也得抓15个 如果起爆符按4000两计算 那就更绝了 角度大概在每分钟抓一个阿斯马 佼佼她太难了 今天我们成员材料共鸣 和价格方面论证了起爆符的数量 得出的结论是起爆符不可能有6000以上 别忘了小兰在打架之前还说演练了无数次 不知道她说的是不是老类建模 要是实地演练的话 细思恐极啊细思疑恐 本期视频是在材料方面做出了一点探索 提出假设 充分论证 娱乐视频 无序当真 我们下期再见 小组织里面除了坚持科学技术的蛇椅 其他搞宗教 搞艺术 搞金钱 搞和平 亲戚友情爱情的其他成员都死掉了 这些人死前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脱了衣服 脱了外面的小袍 只有一个人意外 那就是小兰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秒衣服还穿得好好的 不脱衣服的原因仔细分析有两个 一个是衣服不能脱 一个是没有必要 认为不能脱的原因是 有的同学觉得小兰脱了衣服火影就得腰斩了 其实大可不必 我甚至能推断出小兰的小袍里面穿的是什么衣服 火影的人物都喜欢穿什么类衣 直接说结论 鱼网衣 仔细看动漫里就会发现 不仅初天 景也 金鸣 红豆 昔日红 九星奈 手机喜欢穿鱼网 就算是传说中的山人 就算是老一辈的原非日展和专心小村 火影名人 水影照美名 水影黑兔都喜欢穿鱼网的衣衣 不仅是女人者 鹿丸 牙 一大七 还有博人传里面的啾啾和景正 他们的选择还是鱼网 啊 鱼网 偷气保暖 经营舒适 是您外出赶路 大家都都不二选择 赶快拿起电话 我本来以为小兰小袍里面多半就是鱼网服 直到看到了岸本老师画的设定 不管是鱼网还是树井一 都不至于让火影要载 因此我认为第一条假设不成立 并不是不能拖 就算是拖了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那么岸本老师为什么不让小兰这种拖一臂屎的定律呢 我猜答案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小兰完全没有必要拖 可能她并没有死 小兰同行的长门都被灰头转身了 她也不像自来也那样沉到了海底 但是能找到尸体的小组织成员中 就只有小兰没有被灰头转身 是世子之五不香吗 还是六千亿起包伏劲不够大 不愧是袋徒被炸到心里有阴影了吧 不敢把小兰的尸体给兜兜 也许没有被灰头转身就是小兰没有死的症 但是后面问题就来了 如果小兰真的没有死的话 仍在后期她又在干什么呢 一切都因为只有小兰才会的人数 世子之五可以将自己的身体变为无数的纸片 黑爵也是因为看上了这一点 在无限阅读的计划中 或许小兰才生了纸才可以来包裹住每个人的身体 放眼整个人间 世子之五仅此一家 除此之外别无他 面具兰给了小兰最后一过头 留下了小兰独自躺在水面上 每次大战后都有黑爵出现 当然这一次也不例外 但这次她惊奇地发现小兰还没有死透 于是她就附身到了奄奄一息的小兰身上 一边给小兰须命 一边控制小兰准备死伤最大的世子之五 几年间神术和每一个人的纸上 这就是小兰没有被后头转身的原因 这也是忍在后期小兰没有出场的原因 所有人都以为小兰死掉了 这就是黑爵所有的计划中完美的一环 后面的剧情大家都知道了 无限阅读如期发动 给神术共读的世子之五也按计划进行 班也被黑爵掏了新窝子 仿佛所有的一切都完美符合黑爵的想法 但奈何自己不是主角 最终只能被主角封印 小兰也获得了自由 读乎新生的小兰经历了所有 此时的她不愿意回到纷扰繁杂的忍截中去 她只想带着对明艳和长门的失恋 一个人安安静静地走下去 在某个小屋子里面 够着平凡的生活 从此世上再无事实之五 从此世上再无神之职者之处 只有一个平凡的女子和两分失恋 仅此而已 你好 小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